奉行 六波勒米 六波勒米都是帮我放下的 不识 放下贪心 对于无欲六成 没有贪念 财神明世水统统能放得下 持戒是断悟的 佛的交戒 无戒是善 要真干了 那不是说的 要真干 这个就是功德 极公内德 那忍儒 忍儒是断 承慧的 非常重要 因为承慧 是地狱的原因 脾气很大 承慧性很重 这都多地狱 一定要忍 忍儒 你看 南洋一代的同修 赞叹 海鲜老和尚 忍儒功夫 了不得 他什么都能忍 一生没发过脾气 没有说过哪一个人不好 没有 没有 一生没受苦 这个不容易 我们要修啊 修忍儒不冷 忍儒才能精进 不能忍儒 谈不上精进 一发脾气叫火烧功德林 啊 禅定 禅定 就是夜心 就是真心 啊 真心其作用就是智慧 剥弱智慧 这个地方略菊 这个地方略菊 奉行 六波罗明 兼顾不退 啊 啊 不实 一定要修 天天要干 财不实 法不实 无畏不实 啊 帮助一切大众 认识佛法 明了佛法 修修佛法 往生进土 就正果了 都成佛了 啊 所以 发心 修行 行持 除世代人介物 自然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他念念想别人 你看 未发心之前 齐心动念 先想自己的利益 发心之后啊 念念为众生作想 把自己的利益忘掉 想尽方法 把这个法门 介绍给大众 冷静地想一想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 来干什么的 那现在的人 都爱看电视 电影 郭武 报纸 杂志 画刊 这些东西 都是搞六代轮回 与我们不相干啊 一看不需要 要知道啊 这个要知道啊 我学佛 六十四年 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拒绝了 放下了 有五十年了 啊 我不看电视 连新闻都不看 我也不看报纸 啊 报纸杂志 跟我的绝缘了 啊 我每天看佛经 每一天念阿弥陀佛 啊 啊 那么家里人要看电视 随他去 啊 要常常去 他行过来了 好 怎么家里就不要这个东西了 他没行过来 随他看 啊 啊 我们不要看 自己不要看 啊 自己天天念佛 到往生的时候 表演给他看 他就相信了 啊 这是最好度众生的方法 我做出样子了 你能做得到吗 啊 啊 所以 一般人 都是被境界所转 啊 看到这些东西 齐心动念 分别之处 生烦恼 那我们要学 学金刚精神两句话 说得好 凡所有相 皆是修啊 我们修的是什么呢 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心里也没有忍住 这就是定功啊 啊 啊 不看 是智慧 不动 是修行 啊 是在修定 是个人搞个人 啊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啊 也感恩 一切大众 啊 啊 他时时刻刻在诱惑我们 好死 在考我们 看看我们 能不能定 心定 定不定的下来 他天天考 好 我们天天通过 所以 对考日 考试我们的人 要感恩啊 啊 啊 没有这些考试的人呢 不知道自己功夫 到什么阶层 啊 有这么多人来考试 你都如如不动 这功夫不错啊 啊 功夫很好 那么六波勒密 是菩萨修行的六大纲令 第一个是布施 布施就是放下 万元 放下 心中 一切妄念 执着 分别 忧虑 烦恼 天挂 统统放下 持戒 是守法 最重要的 守老司 教戒之法 所以我们修佛 要找一个好老司 要依靠一个好老司 我们一行一一 念佛求生进度 为什么 就是为找好老司 最好的老司 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到极乐世界 清静阿弥陀佛 在阿弥陀佛 那个会上 成就无上菩提 正的圆 圆的圆满 圆满的佛苦 是这个意思 不是到极乐世界 去享福的 抱着 享福的念头 到极乐世界 是去不了的 哪个地方的人 哪个地方的人 都非常用功 都希望在短时间 就能有大成就 那么老师的教法 非常重要 那么老师的教法 并不限于杀到阴王 这当然要遵守 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淫 不淫欲 不妄语 还要守 现在 在这个地区上的法律 风俗习惯 那 然后 我们修学 才不会受到阻碍 忍辱 无论 做什么事情 要有人心 耐心 长远些 那我们的理想愿望 才能够达成 那 古人所为是 小不仁 在乱大谋 那我们今天 智慧不足 佛报也不足 那我们 那我们对于小事情 特别要修忍辱 而来振扎我们的 善根 不仁 不仁是不能成就的 每一天 一天 早晚定库 这就忍辱 你要能忍 你才能保持 一天 都不会丢掉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平常 平常 平常叫三苦 有空闲的时候就念佛 需要办事的时候去用心办事 事情办好了佛号就提起来 啊 啊 办事的时候 可以把佛号放下 啊 特别是需要用思考 啊 我们需要认真把事情做好 事情做好之后 佛号提起来 啊 把那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 那么第四个是精进 精进是天天求进步 夜门深入 法门无量识愿学 这一句话没错 但必须先要烦恼无尽识愿段 修行 他有次第 先断烦恼 再修法门 那么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用意在那里断烦恼 啊 烦恼通通断尽了 你开悟了 啊 开悟是什么样子 无论什么经教摆在眼前 都是奇异自见 啊 我不但能看得懂 我还看得有深度 啊 这就叫开悟 悟有小悟 有大悟 有车悟 就是大车大悟 啊 大车大悟 那才坚信 那就是一切经教全通了 啊 无论哪部经教 你看 或者别人念经你听 没有一句不同 啊 而且里面的意思 是无量无便 无有穷尽啊 啊 所以这个层次要知道 我们今天 读经 是烦恼无精 是缘断 用这个方法 来断烦恼 啊 不是开智慧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我们再求智慧 这才行 光修多文 啊 到极乐世界去 啊 在我们现前 咱们就修定 啊 激功累的 先求净土 啊 在底下说 否则所修呢 都是斜知斜见 反而坏事 主师说的话 一点都不错 烦恼不断 要专修一门 烦恼断了 才能光修多文 啊 他往往看到一个人 用心修学 未出名时 人还很谦虚 啊 这一出名之后啊 就高高高慢 啊 瞧不起人 就是说 因为他学的东西 太多了 不需要多文 学得越多 烦恼越重 到后来 一丝无尘 反而障碍了往生 唯有精进才能得定 定是枢纽 会是目的 最后薄弱智慧 我们也应该 依此标准 紧固不退 那这个话说的很清闲 很白 一看就懂 啊 真的非常重要 啊 人 永远要谦虚 永远要贡献 啊 古人所说的 学问深时 意气贫 这越谦虚 啊 没有说是学问越深呢 傲慢越重 啊 啊 这眼睛慢慢长到头顶上去了 都没看不到人了 啊 那是 烦恼 那不是智慧 那是完全走错了路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个社会上那种人很多 啊 啊 啊 我们碰到他 只有恭敬赞叹 赶快远远离开 啊 不跟他接远处 人 呢 我 不是 你 谢谢观看